协议画家李涵生于1940年 自幼酷爱绘画 16岁便成为国画大师 以苦禅的入室弟子 60年代初进入中央美术学院 中国画系深造 师从郭卫渠 田世光 萧书芳 李胡等名家 70年代初 又受教于艺术大师吴作仁先生 后在天津工艺美术学院 广州民族民间艺术学院 中央民族大学美术系任教 培养出众多绘画人才 傅以新曾问李涵 你怎么定位自己 李涵答 传统笔墨的守护者 笔墨原是中国画技法的统称 在运笔的政策快慢 轻重虚实 勾颇晕街之间 画面中积月与平和 苍茫与秀润 收敛与纵放的情绪 奇妙的统一起来 在写艺画中 笔墨的美感达到极致 李涵属于大写艺风格的早会者 虽然被现代美术教育体系所吸纳 却保留着传统笔墨的先天基因 李涵认为 现在中国画领域 没有大师级画家出现 其重要原因是对传统的忽视 学习达不到深度 书法功力不足是当下中国画画家的软肋 要提高绘画水平就必须练好书法 李谷禅老先生晚年 仍坚持每天临帖练字 正是他的书法造诣 才成就了几剑帅苍劲 雄剑磅礴的画风 遵从老师以苦禅的教诲 李涵把书法作为大写艺画的笔墨其实 以历书卫卑为主 对三代鼎仪 秦喜汉印 明文卑托等都进行过深入研究 他仔细揣摩古人笔意 以书法笔法作画 求得笔利的充实 气度的熏陶 审美的领悟 他笔下的蓝 眉 帅意而又骨梗之气 比例苍劲得弱 刚柔相继 点见村擦肩 蕴含着 碧露美 韵绿美 捉重美 和书邪美 凝聚着书法修养 对协议画风的影响 本期就是这些内容 下期继续介绍 李涵的协议花了花 敬请收看